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艾特精英的化学老师刘伟航 我们今天主要学习的内容呢,是有机化学当中一块非常重要的内容 讲的是什么呢?是Halogen Alcon,鲁代汀 它的一个Nucleopholic Substitution,氢核取代反应 这个鲁代汀的取代反应呢,是我们有机化学 AS的考试当中必考的一个反应机理 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详细地学一下这个反应机理里面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 同时还会顺带着可能要复习一下之前的内容 或者说呢,我们要拓展一下有关于这个氢核取代的其他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首先知道啊,这个鲁代汀发生的一个取代反应是怎样的呢? 常见的取代反应,我现在写在黑板上 就是这三个,就是鲁代汀常见的发生的一个取代反应 就比如说一个鲁代汀,R表示一个是Alcohol Group 它的上面连累X,X表示一个是Halogen Atom 然后它会和什么呢?Hydroxide Oil 氢氧根发生一个Substitution Reaction 生成一个什么呢?生成是一个Acohol和一个Helide Helide就是鲁离子的意思 或者呢,和另外一个,比如说Cyanide Oil 反应生成这个Alcohol Nitro和一个Helide 或者可能会和一个Ammonium 发生同样的一个反应,生成一个Amine 好吧,而这里面事实上最最常见发生的一个反应呢 又是第一个反应,对吧?第一个反应我们说 这是由我们的Helogen Alchem制备Hackle所必须经历的一个反应 它的反应条件是通常是要一个减溶液 然后微微地进行加热就可以了 这个同学明天要记好啊 如果是Helogen和我们的碱发生取代反应的话 它的条件是这个碱的水溶液 然后发生这样的一个取代反应 因为我们还学过什么? 还学过如果这个碱呢 它是在一个乙醇溶液当中的话呢 那这个反应它就变成了是一个叫Elimination Reaction 就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范围了 好吧 那么讲到我们的氢核取代反应呢 我们说是Nucleophilic Substitution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下什么是Nucleophilic 那Nucleophilic呢 这个词呢就是说它是表示的意思就是说氢核的 啊,氢核的 与它相对的一个概念呢 它是有一个叫氢电的,对吧 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叫Electrophilic 而要发生这么一个Nucleophilic Substitution 就肯定会有一个东西叫Nucleophilic Reagent 是吧,或者我们称之为Nucleophile 而Nucleophile或者说Nucleole Reagent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要氢核 同学们可以想一下 原子核带的是正电 如果这个东西它氢核的话 那么很显然这个是 要么它是一个 它一般来说是它是一个带负电的这么一个东西 是吧 或者说呢 它一般是含有一对 固兑电子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称之为叫Nucleophilic Reagent 或者说叫Nucleophile 那么它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反应呢 我们要从这个halogen的结构上去解析一下 我们作为halogen的结构呢 它应该是什么呢 它应该是我们的一个halogen atom 里面的一个原子 鲁素的原子和我们的碳原子连在一起 那么由于它们之间的垫覆性 垫覆性是什么 就我们之前讲过叫Electro Negativity 对吧 垫覆性的不同 它就会使得我们的这个 Covilium Bond 因为它们两之间肯定形成Covilium Bond 这Covilium Bond就会呈现出一定的极性 而一般来说都是碳原子的极性小 它的Electro Negativity比较小 而我们的halogen 鲁原子的Electro Negativity比较大 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碳原子就会带一个Delta正 而我们的鲁原子会带一个Delta负 也就是说碳原子会带一部分的正电荷 而鲁原子会带一部分的负电荷 那么刚刚我举过的几个例子 比如说amonia, cyanide, hydroxide 这些离子或者分子 它们都含有一个固兑电子 叫Lone Pair of Electrons 它们就会去进攻这个带正电的碳原子 进而发生一系列的反应 这个反应呢是一个取代反应 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 一个Nucleophilic Reagent 氢核世界去进攻了一个带正电的碳原子 而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氢核反应 这是我们从鲁代厅的结构上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应 那这个反应是怎么样具体发生的呢 我们稍微可以看一下 一般来说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NU 它表示的是一个叫Nucleophile 就是一个氢核世界 它会去进攻这个碳原子 这个碳原子你注意它是带一个什么呢 Partial Charge 它是一个带部分的正电荷的这么一个碳原子 进攻之后 然后呢 碳原子和我们的Helogen之间的化学键断开 断开之后 然后我们的Nucleophile再连上去 这是它大致的这么一个就是反应的历程 而事实上呢 我们要学的这个反应历程呢 比这个呢 还要稍微复杂一些 因为不同种类的Helogen Alchem 不同种类的鲁代厅 它所发生的就是氢核取代反应 它的历程是不一样的 我们称之为呢 这个反应历程事实上 我们把它称之为反应机理 叫Mechanism 它的Mechanism是不一样的 那么具体来说呢 要怎么分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之前讲过的 我们的Helogen 就是Helogen Alchem 它的种类有哪些呢 它的分类 之前我们讲过 是应该大致的可以把它 按照它的结构 就是分成这么三类 主要是什么呢 Primary Halogen Alchem Secondary Halogen Alchem 以及Tertiary Halogen Alchem 那Primary Halogen Alchem 是怎样的呢 它是我们的这个Helogen 就这个鲁原子 它所连的碳上 你可以认为它是有两个氢 或者说我只有一个R group 这个R group就是一个Alco group 对吧 就是一个玩机 或者说我们它是一个听机 都是可以的 这个Alco group 那么如果这个碳上有两个氢的话呢 我们把这样的Helogen 称之为Primary Halogen Alchem Primary Halogen Alchem 如果是这个我们的Helogen上 所连的碳上是一个氢的话呢 我们把这样的Helogen Alchem 称之为Secondary Halogen Alchem 如果是我们的Helogen原子上面 连的碳上 没有氢的话 我们把这种结构的Helogen Alchem 称之为Tertiary Halogen Alchem 分别是Primary Secondary Tertiary 用来表示的话呢 你可以一度两度三度 这样来表示一下 那么这三种不同的Helogen Alchem 当它发生氢核取代反应的时候 事实上它所采用的反应机理 是不一样的 它的Mechanism是不一样的 那么稍微总结一下 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经过不断的实验 我们化学校经过实验 我们是发现呢 如果是Primary Halogen Alchem的话呢 它通常采用的是 我们称之为是叫 SN2的这么一个反应机理 而如果是Tertiary Halogen Alchem的话呢 它通常采用的 这个反应机理呢 实际上是称为SN1反应机理 SN2和SN1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有可能在AS的考试当中 也会有涉及 这个大写的S意思是 Substitution 是取代的意思 右下角这个大写的N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叫Nucleophilic 它捡起就两个连起来 其实就是Nucleophilic Substitution的意思 那这个2和1呢 其实分别代表的是一个双分子的过程 和一个单分子的过程 这个过程呢 我们会马上就具体的来讲一下 到底是怎么发生这个反应呢 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SN1的mechanism SN1反应它具体的一个反应机理是怎样的 那刚刚我们讲过 SN1的反应机理呢 主要是由 Tertiary Halogen Alchem所采用的 那么Tertiary Halogen Alchem的基础的结构 应该是什么呢 是一个鲁原子连在了Halogen Atom连在一个碳上 而这个碳上呢 有另外的三个Alchol Group 我们把它称为R1R2R3 那么这是一个Tertiary Halogen Alchem的这么一个基础的结构 当它发生Nucleophilic Substitution 也就是说氢和取代反应的时候 这个反应机理的图我们是要求要绘画的 那这也是AS的常考的内容之一 那么首先呢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分子 我们可以看到啊 碳和就是这个碳原子和鲁原子呢 这个碳肯定是带Delta正 叫Partially Positive Charge 而这个呢肯定是Delta负 就是Partially Negative Charge 然后我们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Nucleophile 我们也会画上去 对吧 但是呢这个在SNE反应的反应机理里面 我们第一步实际上呢 并没有这个Nucleophile的参与 就是我们的氢和实际是并不参与它的第一步反应的 它的第一步反应呢 其实事实上就是这个碳原子和这个鲁原子之间的一个 Covilium bond发生一个断裂 那么我们来画的时候呢 就这样画就可以了 这个箭头就表示这一对电子啊 本来是一个Covilium bond 这对电子呢就转移到了这个鲁原子上面 就发生了一个断裂 然后它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变成这么一个东西啊 一个碳上连三个其他的R group 然后呢它会带一个正电荷 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之前讲过的叫Covacation 叫碳正离子 是吧 然后在第一步它发生断裂之后 就发生这个化学界的断裂 形成碳正离子之后呢 然后我的第二步才是我的 一个Nucleophile 清合世纪去啊 对这个碳正离子进行一个进攻 那进攻之后呢 我再连上去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呢 变成一个啊 就是 这么一个东西 就发生了这么一个取代反应 这个就是SNE的反应机理 它是主要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具体来再来看一下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啊 我们知道 第一步这个反应呢 它是比较慢的 而第二步这个反应呢 它是比较快的 那么在多步反应的过程当中 如果其中的一步比较慢 而其他步骤比较快的话呢 我们一般认为这一步 慢的这个步骤呢 我们称为叫Rate Determine Step Rate Determine Step 它就是一个叫绝速步骤 对吧 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为SNE反应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反应速率呢 实际上就是由这个分子的浓度所决定的 它和我们的氢和氏基的浓度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它的过程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单分子的过程 所以称为叫SNE反应 那么这是一个反应速率的方面 当然这个是反应机里的整个画法 大家要会 然后具体来我们还看一下什么呢 看一下它的能量的变化 如果我们画一个它能量变化的图的话 大概的画一下它的图的话 那我们会发现它图是这样子的 那它中间的这边有一个凹下去的地方 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呢 实际上就对应了这个碳正离子 那么在化学反应中 我们把这种东西呢 就称之为叫Intermediate 叫一个中间体 对吧 而且呢 它又是第一步反应慢 而第二步反应快 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一步的 EA 就是Activation Energy 是高于第二步的Activation Energy 那么就是这张图 就可以大致的表示 这个含有中间体的 这么一个SNE反应的 反应中能量的变化 大概就是这样 你特别注意 它中间有一个凹下去的部分 这个东西就是它的Intermediate 好吧 当我们讲了SNE反应机率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SN2反应机率 我们刚刚说了 SNE反应机率呢 它通常是由Tertiary Halogen Alken 所采用的这个反应 而SN2反应机率呢 通常它是会有一个 它是一个Primary Halogen Alken 它通常会采用的 这么一个反应的反应机率 那Primary Halogen Alken呢 它的基础的结构 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之前也画过 对吧 它是这样的 它反应的时候呢 就跟我们刚刚的那个反应机率 就不大一样了 但这个基础的它还是一样 就这个碳呢带Delta正 而这个鲁原子呢带Delta负 它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它所不一样的是 我们刚刚是碳和我们的鲁原子Halogen之间的化学键先断裂 然后我的Nucleophile才去进攻 而这个的不同就是什么呢 我的Nucleophile的进攻和我的碳鲁件 或者是碳和鲁原子这个化学键的断裂是在同时发生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第一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Nucleophile画上去 然后呢是怎样呢 它的一对电子进攻这个带正电的碳原子 然后呢这对电子啊给它 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呢 变成了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 这个你注意 这个并不是我们刚刚的Intermediate 我们刚刚的Intermediate 实际上这个东西呢 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么一种东西 它是有可能可以被分离出来的 这种Intermediate 而这个过程呢 它实际上是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我们把这个过程呢称之为叫Transition State 我们称之为叫过渡态 这个过渡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我的Nucleophile进攻这个碳 然后碳呢 碳和鲁原子之间的化学键呢 断裂 就是说这边的键将成未成 而这边的键呢将断未断的这个时候 我们称之为是一个Transition State 它是一个叫过渡态 然后呢就怎样呢 然后我们的这个Nucleophile和这个碳原子之间的化学键就形成 我们的碳原子和这个Hallogen之间的化学键就断裂 就变到下一步 就变成这么一个东西了 就变成了这么一个东西 它你看它反应的本质上实际上还是完成了一个取代反应 就是Substitution的这么一个反应 但反应机理和刚刚的是略有不同 刚刚是经过了一个中间体 而这边只经过一个过渡态 它相当于就是说什么呢 相当于就是我的Nucleophile的进攻和我碳鲁剑的断裂在同一步就完成了 那这个反应的反应速率呢 是会取决于这两个物质的浓度 也就是说我的本身的Hallogen Alken的浓度和我的Nucleophile的浓度 都会对这个反应的反应速率产生影响 而不像刚刚一样 刚刚我们只是Hallogen Alken本身的浓度 才会对这个反应的速率产生影响 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能量的变化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 它能量的变化应该是这样子 它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分 上来 又下去 而这个最高点对应的呢 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么一个 不能说intermediate 刚刚说 这里应该是它的一个叫 transition state 叫过渡态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SNR反应激励 同学们也要注意会化它的激励 那么为什么不同的Hallogen Alken之间 它会 它们同样都是发生Nucleopholic substitution reaction 但是反应的激励会不一样呢 这就牵扯到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内容 我们注意 我们注意到啊 当我的SNR反应发生的时候 它事实上中间体 它会形成一个中间体 这个中间体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 carbication carbication是一个碳正离子 我们之前学过碳正离子 我们也分为这么三类 同样是primary secondary tertiorary carbication primary carbication 什么意思呢 这个碳的上面就连了一个 r group 就是一个alco group secondary 是连了两个alco group 而tertiorary是连了三个alco group 对吧 我们之前还讲过 我们的这个carbication的稳定性是怎样的 它是primary carbication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 least stable 它是最不稳定的 而我们的tertiorary carbication是 the most stable 它是最稳定的 对吧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说 这是为什么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这个r group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们我们称之为叫 electron donating group 中文称之为呢 叫供电子的这么一个集团 叫供电子 可以写一下 也就是说 这个alco group 会向这个碳正离子呢 提供它的电子 这样一来呢 它就可以 把这个碳正离子的正电荷 进行一个分散 而这个alco group越多的话呢 就能更多的给这个碳提供电子 就相当于把它正电荷 越来越多的分散 而这个正电荷被分散的越多 那么这个结构就会越稳定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 如果是发生SNE反应机里的话 就必须要生成这么一个 就carpication 碳正离子的这么一个 就是这个intermediate 就是一个中间体 那如果是一个tertiary halogen alken tertiary halogen alken 它刚刚好可以形成一个tertiary carbocation 那它是比较稳定的 但如果是一个primary halogen alken的话呢 它形成的是一个primary carbocation 这个结构是 不是特别稳定的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的SNE反应 通常是由tertiary halogen alken来完成的 那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形成的intermediate 是比较稳定的 而primary halogen alken 形成的intermediate 是比较不稳定的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下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说从碳正离子的角度来解析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 有SNE反应机理和SN2反应机理 而采用这两个机理的 halogen alken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我们的就是从一个空间位组的 这个效应 怎么来理解 就是说我们的primary halogen alken 我的nucleophile去进攻的时候 它的一个就是说 halogen alken 它们的就是碳原子和halogen之间的化学键 可以同步的锻炼 是吧 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析一下 是什么呢 就是从这个空间的位组的这个角度来解析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primary halogen alken 它倾向于发生SN2反应 因为我们知道发生 如果你要发生SN2反应的话呢 我的这个nucleophile的进攻 和我的这个halogen的离去要在同时发生 对吧 那我这个进攻呢 那只能从什么呢 它离去的方向和我进攻的方向 必然不能是同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我这个halogen要往右边离去 那你很明显 你这个nucleophile就不能从右边也进攻 这样两个就撞到一块了 对吧 它只能从背后进攻 而如果从背后进攻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roup 对它的一个阻碍 因为在primary halogen alken里面呢 它只有一个rgroup 而往下secondary和tertiorary呢 它肯定都不止一个rgroup 而这个rgroup通常来说是比较大的 它至少也是一个methyl 就是一个甲基 它是比较大的 相对于氢原子来说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上面连的alcogloup越多的话 它事实上是越会去阻碍这种进攻的路径的 那么综合这两点来说 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的nucleopholic substitution 的SN1反应机里 通常是由tertiorary halogen alken所采用的 因为它形成的一个tertiorary carbocation 这么样一个intermediate 就是中间体 它是比较稳定的 而SN2反应机里 通常会由primary halogen alken所采用 因为它的空间位足小 而且它形成的primary halogen alken是 primary carbocation 就是primary halogen alken形成的primary carbocation 是比较不稳定的 它不容易形成这样一个intermediate 也就不会去采用SN1反应机里 所以它就采用了SN2反应机里 好吧 那今天所讲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注意一下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的内容 其实就是我们halogen alken的一个取代反应 它取代反应有SN1机里和SN2机里 SN1机里通常是由tertiorary halogen alken所采用 而SN2机里会由primary halogen alken所采用 那如果你碰到一个secondary halogen alken 这个东西你就看 到时候如果考试碰到的话 你就看题目上是怎么说的 它说SN1就SN1 SN2就SN2 因为这两个其实它都有可能 那同时我们复习了一下之前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复习了之前一个carbocation的这么一个内容 讲到了primary secondary tertiary carbocation 以及它们的稳定性 以及它们为什么稳定的原因 这也要求同学们课后要牢牢的记住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